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缩表 加上地缘政治的冲突 造成了很多不安定的因素 直接就打击到投资人的信心 当然也影响到整个市场的流动性 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比特币 以特币等等所谓加密货币 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可能很多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俄乌战争 因为打起仗来以后就比较热闹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视频上传出的画面 其实都非常的震撼人心 有的时候会分散了投资人对市场的关注 今天万民哥想把目光重新拉回加密货币市场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先抵牌 加密货币或者虚拟货币 这个商品它作为一个投资工具 很多人认为它根本就是一场赌局 联准会升级以后 这场赌局庄家准备先抵牌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为什么要谈这个事情呢 万民哥跟大家先报告一件事情 最近有一个币圈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投资标的 叫Terra Terra这个平台上面 它有两个交易的标的 一个叫做LUNA 另外一个叫做UST 那么因为他们的算法相对比较特殊一点 在发行这个数字货币的同时 还建立了基本的价值抵押或价值储备 这个很多加密货币 其实就是一个工程师 关在或者坐在电脑旁边 写一个程式就创造出来了 但是LUNA或者Terra或者UST 他们不一样 他们的发行 基本上是建立了一些资产 包括美元 包括有价证券 当然也包括其他的加密货币 比如说比特币 以太币等等等等的 那么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相对 比较具有信用基础的加密货币 或者我们讲的虚拟货币 但是即使是LUNA 这个有币圈茅台支撑的加密货币 最近也出现了大事情 5月11日这个投资标的一口气 跌到了0.05块美元 三天之前它还有60块美元 在去年LUNA这支加密货币 价格最高的时候 总市值超过了410亿美元 所以市场上有人把它称作为叫做稳定币 因为它相对于其他的加密货币 不管是以太币 狗狗币 或者比特币来讲的话 有一定的信用基础 投资人总觉得买了这档 这个数字货币或虚拟货币 应该再怎么赔的话 也不会赔到只能贴币纸 或者写本无归 所以很多人就把炒作LUNA 或者UST当作币圈投资的一个重要活动 但稳定币现在也不稳定了 为什么呢 市场上出现了很多杂音 比如说联准会缩表 或者升息的结果 都造成了流动性受到一定的抑制 这个万民哥昨天看新闻 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甚至于不排除 这个今年还有五次加息 每一次加息就加50个基数 也就是加息0.5% 这样算下来的话 可能到年底 联准会完成最后一次加息的时候 美国FED的基准利率 可能会来到了3.75%到3.5% 这个相对来讲 对许多投资客来讲 这个资金的压力不可谓不清 那有些人就开始逃命了 一有人开始逃命 开始退场的时候 空投突赢就出现了 我们先跟大家解释 这个LUNA这个货币 它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基本上呢 它是跟另外一个叫USD的 虚拟货币挂钩 你买了一个LUNA 等于也买了一个USD 当你把LUNA转换成USD的时候 这个LUNA它就从此消失了 也就是说用一块钱 买一块钱的USD的时候 LUNA的发行量就少一块钱 用这种方式呢 控制这两种货币的发行量 让大家认为 比较不会出现滥花的情况 而且大家都知道 这个虚拟货币的出现 一直很强调 去中心化 去监管 希望透过网民 透过普罗大众 共同建立一个 大家可以信赖的货币体系 或者交易平台 这个LUNA的创办人呢 是一个韩国人 叫做Dukwak DOKWON 这个要怎么翻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是一个高利棒子 这个推出来的时候 大家可以发觉 这个灿烂的笑容 蛮值得信赖的 但是呢 5月11号出现重挫以后 全球最大的 虚拟货币交易平台 币安公司 就宣布了 停止所有LUNA 或者Terra 或者USD的交易 所以你现在呢 上网去查呢 基本上没有他们的 最新交易秩序了 那到了5月13号的时候呢 创办人Dukwak出面了 公开宣布 所有的LUNA 或者USD 或者Terra 全部归零 投资人傻眼了 有人手上可能还抱着一堆 相关的加密货币 那现在呢 一毛钱都不止了 第二天 5月14号 他甚至于宣布 停止了所有的服务 那现在投资人就傻眼了 就看他们接下来 会变出什么样的把戏 从一个币圈中 最受大家肯定追捧的标的 到弃之如必息 一文不值 也不过就是两三个月的时间 让人家感觉 沧海商田 不胜虚息 但这就是加密货币的特性 所以讲到这边 万民哥觉得 这个不管是比特币 还是LUNA 还是其他的这种以太币 还是称他们为虚拟货币 还是比较好 这个人类社会 所有的财产或者财富 都有虚拟的部分 都有泡沫的部分 那在加密货币上面 其实这个所谓资产的泡沫化 表现得更为突出 那LUNA如此 我们再看看 这个比特币 这个所有加密货币中 市值最大的 最近也非常的凄惨 万民哥做节目之前 每一枚比特币 已经跌到了 两万九千多块美金 最低的时候 连两万九都跌破了 达到了大概两万八千 反正大概就是两万九千块美金左右 那最高的时候 去年一月份的时候 比特币的市值 还涨破了六万美金 这个一年的时间 这个比特币市值 跌了百分之五十八 大概是现在所有 这个金融市场 各种投资工具中 跌幅最重的商品 那比特币的这个市值规模呢 是可以跟美国很多上市公司 这个相亭抗礼的 所以它的影响也非常大 有人也许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最近币圈市场杀身隆隆 大家不要讲说是币圈 美国纳斯达克标普五百 全球的金融市场 其实最近都是杀身震天 那比特币呢 相对于其他的金融市场 基本上它没有估值 它也没有固定的投资报酬 所以当金融市场的流动性 也就是各国央行 开始修正 调整 反转 本来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后 那么比特币等等的 所谓加密货币 或者币圈的这些投资标的 当然是首当其冲 甚至于还出现了 所谓币圈的索罗斯 索罗斯最鲜明的投资风格 就是做空 基本上它的方法 就是在市场中 寻找体质并弱的投资标的 什么叫做并弱的投资标的呢 就是它的市值严重了 偏离了 或者超过了它应有的价值 我们这张图所显示的是 美国一家对冲基金 叫做Citadel 老板叫Ken Griffin 在美国的对冲基金圈里头 是小有名气 手下管理的资产高达300亿美元 Ken Griffin去年的时候 开始跨足比特币 投资市场对于Ken Griffin 还有Citadel这个跨足币圈 大家本来是抱着很高的期待 但是没想到它别有居心了 那么Ken Griffin进入币圈的方式 基本上是融资了一亿多美元 然后在市场中 借了十万个比特币 做什么呢 放空 那它放空的方法也很特别 它把比特币换成USD 然后在USD市场中进行放空 那USD遭受空投阻击以后 那USD的发行单位 就是万民跟刚刚所讲的 那个Dukran就开始紧张了 也把它手边所握有的资产 开始向市场抛售 然后换取资金进行护盘 那这个时候就形成了所谓多萨多 造成了Luna还有比特币 两个重要的加密货币 都出现了巨幅的震荡 当然第一个先垮掉的 就是Luna 那这个Kengrifin也一举成名 有人估计它这一波的操作 到目前为止至少获利10亿美元 那从Luna到比特币的重挫 其实严重地打击到币圈的基本价值 币圈的基本价值是什么呢 万民哥刚刚说过 他们强调的是去监管 去中心化 希望透过广大的网民 共同建立起一个支付 或者信用 或者货币体系 但是这样的一个重挫 其实都伤了很多投资人的心 还有加密货币 比特币 Luna 或者以太币 其他加密货币的投资者的心 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整个加密货币已经完全变位了 那万民哥跟大家分享这张图 那这张图的右边所显示的 就是比特币 这个单一的加密货币 按国别分的时候 哪一个国家的人持有最多 80%是美国人持有 前年的时候 60%以上是中国人所持有 后来我们国家禁止加密货币 还有虚拟货币的这种交易 挖矿 还有相关的这种投资活动以后 这些投资者慢慢慢慢地 从中国移转到其他国家去 然后按机构来分的话 或者持有人的属性来分的话 60%以上 现在已经属于法人所有 就是机构所有 那么一般网民所有的比重 降到了20% 这代表一个什么现象呢 代表整个加密货币 或整个币圈 也出现了集中化的倾向 过去所强调的分散化持有 小型投资人 每个人持有几枚一枚两枚 我们这个平台上 那个彭老师 他自己都有比特币 非常非常少 这种分散式持有的结构 已经出现了变化 一旦比特币持有者的结构 如果出现变化以后 比特币的走势行情 它的投机属性 或者对做的情况 会越来越明显 你就很难再想 透过长期持有 然后获得稳定的货币 因为这些巨鳄 进入这个市场上以后 它一定会想办法 透过各种金融上的操作 来影响相关标的价格 从中进行套利 从这点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最近一年多来 各种加密货币波动得 是格外的激烈 虽然马斯克曾经公开讲 在大通膨时代 持有价值的商品 才是投资的王道 马斯克所讲的 有价值的商品 就包括狗狗币 以太币 还有比特币 但从现在 这三种货币 还有其他加密货币的走势 来看的话 马斯克的说法 面临严重的考验 在大空头的时代 我们就不得不提 乔治索罗斯 乔治索罗斯 有一句名言 这句名言是什么意思呢 Started by assuming the market is always wrong 这什么意思呢 索罗斯意思说 对市场 我们要有个基本的假设 什么假设呢 就是市场永远是错误的 你不要认为 市场像上帝一样 它可以进行财富有效 或者公平的分配 接着他怎么说呢 So if you copy everybody else on Wall Street 所以你在投资的时候 你只是照着华尔街 这些广大的投资者 追随他们 或者跟随他们的时髦时尚 复制他们的投资模式的话 那么会怎么样呢 You are domit to do poly 你的下场会非常的凄惨 这个domit的意思就是 惨死的意思 Poly的意思就是 赔得一屁股 从索罗斯这段的论述 大家就不难理解 在投资市场中 我们必须随时掌握 还有讯息的最新变化 还有最新的投资方向 但并不表示说 你接触到一个讯息以后 你就要跟着这些讯息 或者这些风向 异步异趋 这个结果你可能就像 索罗斯讲的 下场一定是非常的凄惨 我们回过来再看看 币圈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万民哥想在这边 跟大家提两个女人 一个女人就是美国著名 这两年很红的投资机构 ARK的执行长 Kessel Wood 她曾经在前年 就是2020年的时候说过 这个比特币未来的价值 每一枚可以达到500K K就是签的意思 也就是达到50万 但是大家可以看出来 去年最高的时候6万多 就是比特币价格行情 最高的时候 据Kessel Wood 她所讲的50万美元 还有一大段距离 Kessel Wood 她为什么认为 比特币可以涨到50万美元 她讲这个话的时候 比特币主要的持有者中 大概只有2%是机构所有人 其他98%都是一般人 所以她认为一旦机构持有人 占比特币的持有者 超过10%以上的时候 那么她的投资价值 就会进一步地得到了提高 跟市场的肯定 但是另外一个伟大的女性 就是前联准会主席 现在美国财长耶伦 耶伦去年在国会 参加听证会的时候 她用什么来形容比特币 Extremely inefficient 什么意思呢 就是极端没有效率 认为比特币的出现 会让联准会 还有美国政府的财政 跟货币工具 受到严重的冲击跟打击 因为为什么 它进一步地扭曲了金融市场 在这种情况之下 政府就很难进行 有效的监管 去落实所谓的金融货币政策 耶伦甚至很不客气地讲 比特币就是一个洗钱的工具 万民哥认为 包括比特币 还有其他加密货币 比如说RUNA的这些出现 只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特性 什么样的特性呢 就是这个时代的金融市场 资金普遍地广泛的泛滥 多余的资金无处可去 那投资人或者市场上 就有别有用心的人 试着想建立特殊的一套交易模式 就会试着建立一套特殊的交易模式 来从中获利 这种情况也不是现在所独有 这个在中国古代 这个商业最发达的时代 就是宋代 宋代有个学者叫鸿麦 他写了一本宜间字 宜间字里面对宋朝的商业环境 做了很多描述 特别他强调 在宋代的时候 有一种交易模式 叫做铺卖 什么叫做铺卖呢 就是铺杀的铺 卖就是卖东西的卖 铺卖的交易方式很简单 就是一个卖家拿着一个东西 包括比特币也可以 包括一把青菜也可以 放在街头上叫卖 你要跟他买的时候 咱们来先对赌 拿出一个铜板来 这个铜板向空中丢 掉落在地上 事先约定 自朝上或者自朝下 谁是赢家谁是输家 也就是说你先出一文钱 进行一场博弈 你赢的话 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你的 你输的话 你那一文钱就是归卖家所有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就非常刺激了 上市场买菜 就像进了一个大赌场 要花一文钱买一篮青菜 如果赢的话 一文钱可能买到的东西 超过一文钱应有物品的十倍 二十倍以上 但是输的话 你这一文钱就白白的送人 这就是当时宋代 所谓铺卖的一种风气 或者一种交易模式 在监狱字里头 讲了一段故事 是说南宋期间 有一个姓李的读书人 他这篇报道叫做李江市 这个姓李的读书人 捐了钱 谋了一个官职 即将去赴任 赴任之前 他来到了南宋当时的首都林安府 找了一间旅馆 住了下来 这个住了几天以后 发现旅馆的对面 经常出现一个妇人 开着窗子 从高 开着窗子 居高临下 看街头的情景 偶尔还唱唱歌 这个姓李的读书人 不知不觉地 就被这个妇人所吸引了 甚至于开始心缘一马 想入非非 有一天 这个姓李的读书人 所投诉的旅馆旁边 经过了一个卖橘子的贩子 这个卖橘子的贩子 他交易的方式 就用铺卖 就是任何人 跟他买橘子之前 我们先拿一文钱 丢在空中 来看看到底谁赢 你赢的话 我就把橘子交给你 你输的话 你就把钱交给我 那这个姓李的读书人 对不对 为了去买橘子以后 不知不觉 对不对 就跟这个菊贩子 开始进行了 这个所谓铺卖的博弈 但是一场铺卖的博弈 他一下子亏了十千文 十千文是什么意思 就是十万钱 等于十两银子 但是最后呢 一个橘子也没有赢到 所以他叹了一口气 说了一句话 坏了四千 一干不到口 讲完这句话以后呢 就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了 没多久呢 有人敲门 打开门一看呢 有一个仆人 有一个小孩子 拿了这个一碗橘子给他 这个他觉得很惊讶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小仆人就告诉他 这是我们家这个主人 赵姓夫妻啊 刚刚听到你吃不到橘子 很懊恼 所以刚好家里头有几个橘子 就送给你来 让你品尝一下 这个信里的读书人又惊又喜 这个就接受了人家的举止 过了几天呢 这个赵姓夫妇呢 又经常呢 送一些东西给他 这个久而久之呢 他就跟这个赵姓夫妇成了熟人 那有一天呢 这个赵姓夫妇的先生出门了 留着这个妻子在家里头 那这个信里的书生呢 对这个信赵的妻子呢 本来就很有意思 刚好趁着人家老公不在的时候 就跑去跟人家搭讪 甚至于呢 直接跟他表白 这个没多久呢 两个人就搞在一起了 这有一天呢 这个信赵的先生出门的时候 他又跑去 人家家里头 跟人家搞清点山 不干不尽的 结果呢 这个信赵的这个先生呢 回到家里头 撞见了妻子跟别的男人 有这个不轨的情形以后 勃然大怒 最后呢 这个要把他抓到官府里头去就办 那这个信里的书生就想到 我在这边呢 本来就准备上任去当官了 如果一旦告官的话 他的仕途无望了 最后的结果呢 信里的书生呢 赔了20万贯 让信赵的这个先生呢 放他一马 大家一听完这个故事就知道 这就是一个仙人条 但基本上呢 把宋代这个所谓铺卖 跟仙人条结合在一起的话 就是反映当时一种浮华的社会风气 因为经济好了嘛 大家满脑子都在赚钱 就会形成经济的泡沫化 那很多人呢 就会习惯用一种不正常的方式呢 来谋取利益 久而久之 就影响到这个社会风气 那像这种铺卖的这种 做生意的行为呢 到什么时候才解除呢 一直经过了元朝 到了明朝的时候 明太祖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 他对这些这个游手好闲 然后投机刀把的行为 非常的不齿 大家都知道 朱元璋这个人穷苦出身 有很强烈的反商文化 那要怎么样去抑制这种歪风呢 朱元璋想了一个办法 他在南京城的淮清桥北 建立了一个叫做逍遥楼 根据明朝的江陵府字 他有一段这个记载 江陵府字的古籍里面 就记载这个逍遥楼 里面怎么说呢 明太祖二游民四博者 创逍遥楼于淮清桥北 被诸薄弃于中 犯者必入数日恶必宜 这什么意思呢 建了这个 所谓的逍遥楼以后 朱元璋就贴出告示 你们喜欢赌博的人 都可以到逍遥楼来赌博 我提供赌具 甚至于提供筹码 你们来我欢迎 就提供你们这些服务 这些好赌之徒或者有手好闲的人 听了当然就很高兴 纷纷跑到逍遥楼中来拒赌 进来以后 明太祖就下令 有军不准出 然后不给他们任何饮食 活活的把这些人饿死在里面 用这种严厉的方式 打击这种所谓铺卖的交易歪风 才纠正了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 你可以发觉铺卖的这种做法 其实跟比特币 以太币 购购币 鲁纳币 等等的所谓虚拟货币的交易方式 在精神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大家以为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